因為我看到歷春整個打扮都很像古著那種感覺 兩件都是古著,我覺得買古著很有趣 我除了喜歡他們的款式或者價錢比較便宜 我每次穿上去都會想到底上一個穿這件衣服的人有什麼故事 這些對於我們做音樂或創作來說,我覺得是頗重要的 有靈感樂 我有很多幻想的空間,我會特別去聞他的二手衣服的味道 行得假底位 正所謂,百聞不如一見就是這樣 阿清,我想問問你,如果一個男孩子對於音樂來說 非常了得,音樂傳才曲詞偏監 都能夠在自己的控制底下,你覺得男孩子魅力的指數可以去到多少 100以上 哇,以上 懂音樂的男孩子是不得了的 今天我介紹一個音樂傳才給你認識 今天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嘉賓來了 他是力津 大家好 你好,力津你好 你好 很厲害,我曲詞偏監 很害羞 這次也是第一次上來音樂圈 力津除了,剛才我們說過的一位音樂傳才 所有的工作都可以自己一個人負責 之外,另外他還有一個身份 他還有一個初中的數學科教師 今天為了我們一圈圈的訪問 特地跟學校請假上來 嘩,真是給面子 謝謝 不是啊 阿Sir 很厲害,我想知道 當初由老師去到音樂 中間突然會有什麼事情令你突然想做音樂 還是從小到大都很想做音樂 其實從小到大都很喜歡做音樂 小時候已經開始玩歌唱比賽 中學 那時候沒有特別想做一個唱作歌手或創作歌手 那時候純粹想可以上台表演 就已經很開心 但是慢慢長大,創作的思維 不知為何突然湧現了 很想嘗試自己去寫歌或創作歌曲 甚至中學老師都會給我報名表 問你有沒有興趣玩作曲比賽 對呀,很好啊,很支持你 對呀,所以老師都是白樂 給我一個機會試試去第一步做音樂創作 然後慢慢長大 希望多了機會去到不同的平台去比賽 那時候就可以簽到一間公司去做音樂 那為何從小開始就真的喜歡音樂 唱歌唱比賽 但是中間去了做老師 其實簽完公司之後 很多好好賽公司都已經找了很多不同的監製 去寫歌曲給我 去錄音 但是很不幸 我家人突然過了生 我爸爸突然過了生 所以覺得自己都要好好照顧媽媽 好好照顧家 因為我是獨身子力 所以都要先負擔這個責任 至少令媽媽安心 因為始終可能媽媽都會覺得 做音樂是我喜歡的東西 他都很想見到我開心 但是實際的環境 他都會擔心 我也看到他擔心 所以唯有先去安撫媽媽 做一個乖乖 先去找一份相對地 大家都會覺得穩定一點的工作 就去教書 那一開始做教師工作的時候 念念不忘音樂 會不會都很難受 也會的 但其實在我爸爸走完之後 有一段時間我都很怕去接觸音樂 會覺得不甘心 為什麼在那個時刻 明明可以自己都出歌 出作品 作為一個歌手 但是在這個時刻發生這件事 當時是有些不甘心出現了 但是後來自己慢慢內化 其實都會覺得 其實每一件事都有好有不好 可能在那個時刻我去出道或出歌 其實都未必是最好的事情 可能我就不會成為做一個創作歌手 可能我只是一個純唱的歌手 所以可能好的地方 就是我現在可以更加清楚 找到自己的創作方向 自己在圈子中的定位 在什麼因緣際會下 又回到歌像圈 令你重拾對於音樂的熱誠 我想是因為前陣子 我們也有很多網課 我自己多了很多時間 疫情的Zoom 自己多了很多時間 在家裡一邊工作 另一方面有多些私人空間 自己去看 看一些可能 跟自己以前有關的音樂的表演 可能是一些片段 甚至不讓我找到我爸爸 原來收藏了一隻USB 保留我所有的演出片段 這件事會令我感到 其實如果他再生 他當然會很支持我 去繼續發展我音樂的事業 但即使他過世後 天都讓我找到這隻手指 其實也有他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 在盡可能平衡兩件事的同時之間 都可以去繼續做這件事 可能他會更加開心 你的音樂風格 我聽了幾首歌 都相當特別 聽一些懷舊一些 可能八九十年代的曲色 那些編曲等等 這是你小時候聽的曲風 還是為什麼會喜歡這類型 這個時期的音樂 其實小時候 爸爸經常會播一些 可能哥哥的演出給我看 我看回他以前的錄影帶 因為我們全部轉成CD 我會自己拿出來和媽媽一起看 我會對著電視一起跳和唱 所以我小時候已經很喜歡 跟著別人唱歌和跳舞 但近幾年 我自己嘗試做音樂創作的時候 我都不只聽香港 我都聽很多外國的 可能日本的 可能你可以聽到 Lucky Tapes 或者Kirinji 或者歐美的Ginger Root 其實他們都在玩懷舊的風味 可能大家都不是新於那個年代 但大家都可能聽過華麗的年代 或者最美好的時段 可能我們眨眼看上去 已經是最美好的時段 我們會想把那些漂亮的元素 放在現在的音樂裏面 可以做一些新的元素出來 又會有什麼效果 我覺得其實我們廣東歌 都可以做到這件事 所以我想把這件事 可以嘗試放在廣東歌 有什麼效果 有什麼化學反應出現 看到歷俊在中大讀數學 和數學教育相主秀 對於音樂方面的認識 或者學習是怎樣來的 我想小時候家人是讓我選擇的 家人不是很富裕 他會讓我選擇 你想學什麼樂器 在青年中心 小弟琴 我記得也是我自己選擇了學鋼琴 那個音樂老師 他除了教我彈琴之外 其實他都教我很多對音樂的追求 又或者可能對音樂的歷史 這方面其實都給了我很多不同的啟發 加上可能我身邊 我住大學宿舍的時候 很多朋友都是玩音樂的 我們一班玩音樂的朋友又聚在一起 一起又去搞一些無伴奏合唱團 又開始試試自己寫歌、編曲、比賽 不過如果有A Cappella底 編曲真的會有好處很多 知道層次應該怎樣 因為你自己唱A Cappella 除了唱主音、和音之外 其實例如Line與Line之間的連繫 究竟怎樣很順滑地去呢 如果你習慣了去編曲這些東西 可能以後編曲會有很大的概念 沒錯 到今次這首新歌 《感價購物狂》 曲詞編監就是你自己 首先我想知道這首歌是怎樣來的 是否真的摸著鋼琴作曲作出來的 其實都不是 其實靈感來源有兩樣 第一樣就是剛巧撞政那期 大家拿消費券 加上疫情大家又少去旅行 我看到大家多了討論 到底香港去哪裡買東西 去哪些市集、去哪些小店去消費一下 我本身做這類型的音樂 亦有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很想聚集到一群 都很喜歡本土文化 可能是懷舊情懷 可能是喜歡儲藏二手衫 可能是喜歡穿古物的朋友 在這個文化中 可以和大家一起玩 一起分享我們喜歡的東西 所以當初拿了這個題材 就是講一些本土的東西 亦到順道支持小店 第二樣就是 因為我剛剛在8月完成了演唱會 我那一天有翻唱哥哥的Monica 我看到氣氛是很好的 我也自己很想 可否有機會去做到一首類似的風格的歌曲 在下一次演出的時候 可以和大家一起玩得這麼high 所以就做了這首歌 我講到減價購物狂 加上消費券 你自己怎樣看這件事 你是不是都買了才算的人 還是怎樣 其實我也是一個很喜歡賣東西的人 都是購物狂 我也是購物狂 是自己心裡的一些說話 但是我們為了做這首歌的宣傳 我就想到底我可以做些什麼 我就去了深水埗走過 好像選舉一樣 樂區宣傳 周圍不同 從小店那裏說 我有新歌出 是一個本土的藝術 跟他們做一些合作 看看大家會不會有機會貼上一些圖片 可能有些顧客進來 探索聽一下我的歌 你們會不會跟他們做一些折扣優惠 藉著這件事 亦會帶出做一些本土文化的支持 大家支持本土小店 看來這個減價購物狂 應該對於時尚來說 是相當負擔心的 因為你只見到歷春在MV裏面 拿著那些紙袋 你知道很多紙袋應該是他本身自己的 不是Pops來的 不是導演特意去找的 導演我準備了不用 不用我自己有 大約我們都是二十幾個品牌的紙袋 就是廣東道那條街 所以這個MV是不用找美術紙 我們有Pops 搞定了 你只見到歷春去Fashion Show 換了十幾套衣服 十幾套衣服 已經覺得是你自己的想法 是啊 我會覺得時裝或者服飾 對於我自己來說 在賣東西裡面是一個很重大的要素 我大部份的費用都是在買衣服上 我吃東西不是很花錢去吃東西 但我買衣服真的花很多錢去買衣服 但我看見歷春整個打扮 我都覺得是古著那種感覺 兩件都是古著 我覺得買古著很有趣 我除了喜歡他們的款式 或者價錢比較便宜 我每次穿上去都會想到 到底上一個穿這件衣服的人 其實他有什麼故事 這些對於我們做音樂或者做創作來說 我覺得是挺重要的 有靈感樂 是啊 我有很多幻想的空間 我會特別去聞他那些二手衣服的味道 聞一下架底位 又要去架底位 正所謂到底有什麼故事 百聞不如一見就是這樣 哈哈哈哈 兩件事 三件事 三件事 兩件事 三件事 四件事 四件事 二件事 五件事 五件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